台湾应该是境外的假消息 应该是在世界第一名 现在已经开始有这种 能工智慧的方法在产生假消息 台湾受到境外假消息攻击 名列世界榜首 资讯战专家沈博洋表示 中共网军透过内容农场文章 淹没网络世界 以及找台湾协力者制造散布假消息 混淆台湾民众对讯息的判断 对台湾社会危害最严重 那农场这个部分 它之所以造成的伤害很大 不是因为它的内容 而是因为它的量实在太大 它的量可以让特定的这些 本来自然的声量 升高到两到三倍左右 这些不自常的网络声量 会造成我们的一些认知上的评误 协力模式比较特别 它等于是请台湾人的制造 也请台湾人的人散布 所以这个在我们在追踪的时候 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我们搞不清楚 这个到底是中国的攻击 还是台湾自己内部的攻击 那这种对我们的台湾的伤害非常的大 沈博洋指出 中共资讯战不止限于选举期间 而是无时无刻宣传中共价值观 编造阴谋论加剧台湾社会对立 既有阴谋论想要告知我们说 我们的民主制度是失败的 而中国式的民主是比较好的 这是他们主要的一个很大的诉求 如果这个阴谋论传得很广 它反而并没有那么大的伤害 但如果它是一小众一小众一小众的传的话 其实每一个族群都会详细 他们自己想要详细的阴谋论 那就会因为这样造成对立 假消息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最容易上播 而因为假消息的上播 也会带来相对的广告相关的 这个营收 以一个国际级的社交媒体平台 然后去做境外的政治服务 变成一种假消息主要的来源之一 台湾网络论坛PTT创办人杜一锦表示 如果这些平台不需要为言论负责 而假消息可以带来紧急诱因 自然会变成网络散布假消息的温床 而运用人工智慧精准行销 过去是用来推广商品 如今却演变成影响人们投票意志的工具 精准行销它就是借由观察人 你就可以知道人的喜好 那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推送 会影响他的决定的这种相关的讯息 一个三页的诱因 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能工智慧的工具 那以至于进而去影响到人 在讯息上面去做选择 杜一锦提醒应该从法规制度面思考改变 审布要建议应该持续推动代理人相关措施 提前揭露讯息来源远比事后处罚更重要 新台湾亚亚太监市湖中央张云庭 台湾特别采访报道 中央张云庭